大家好,这是苏小河批评书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特别好的消息 我称之为是正义乃宁,好消息 这两个人都与我们息息相关 第一个就是来自于脸书的老板 戴着中国共产党的红军帽 然后说要搞25000里长征的扎克布格小扎 最近出麻烦了,我们想先不多说 废话不多说,我们先念一遍这个消息 说很多个数据都表明 而且是什么数据,是金钱的数据 都直接把小扎和操纵美国大选 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关于小扎怎么样拿大钱 来资助美国大选的舞弊 操纵美国大选 现在是基本上成体系的证据 都已经曝光出来了,特别有意思 所以现在美国有一种说法 说现在看起来川普总统之所以离开白宫 他不是输给了伪总统 而是输给了小扎 话都说到这个样子 你看他有哪些数据 第一,一直阻挠大选审计的 操纵大选的佐治亚州的那纳基州务卿 戴亚记得吧 是吧 他一个人就拿了这个小扎多少钱呢 560万美金 多不多,挺多的 美国的政客都难成这样了 而且拿钱的时候 这个小扎就直接开出了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最大限度的在网络上扩展投票 就是邮寄投票网络投票 就直接就舞弊修改数据 第二就是什么 要打击与大选结果显示的虚假的信息 你这个东西看起来 只要是川普这边的信息 他就打击 很有意思 所以如果说这两个人家就说 如果是政权的分析的话 去理解这两个看上去附加的条件 你会发现很有意思 就是为大选作弊 留出来巨大的空间和巨大的隐患 第一个是放松了 限制扩大了这个选举的规模 知道吧 为作假创造了机会 第二个是为大选的结果 如果是出现争议的话 就要打压提出争议方提出的 自己与人脉的支持 所以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这个两员大将 两员美国超易流的律师 就盯住这个佐治亚搞 就是最后就是没搞成 一个是鲍威尔 一个是宁武德 两个人都hold在这里搞 最后居然没搞成 这是美国最顶级的两个律师 证据那么多 原来他们背后有强大的资讯支持 这个钱呢 我跟你说都是小杂给提出来的 同时他们还说美国有一个报纸 叫新报 还爆出了一个料 说这个什么呢 说这个宾夕法尼亚州拿了这个小杂多少钱 1300万美金我跟你说 啊 这米是跟州拿了多少钱啊 拿了这个1100万美金 亚历桑那州拿了多少钱啊 拿了400万美金我跟你说 啊 然后说是现在亚历桑那州有一个地方 在重新审计嘛 不是叫叫做什么法医师审计嘛 现在有遇到有一点难题啊 其中有个县呢 遇到有一点难题 老是作梗的 为什么呢 啊 是因为这个什么 这个现役 光一个现役就拿了这个小杂的钱 300万美金我跟你说啊 所以你想想吧 去年的大选 他们现在已经慢慢慢慢看出一个 一个端倪的啊 就我刚才说的是看出一个体系 成体系的舞弊 成体系的欺诈 成体系的打压 怪不得搞不定啊 他们说这个体系描述为是个什么样子呢 就首先第一个啊 就是我们念姿在姿啊 经常拿在嘴巴上做口头馋的啊 觉得是新时代的最最亮丽的风景的一个破玩意儿 叫做什么啊 叫做大数据 我这个这不是我吹牛逼啊 我大数据刚刚传到中国来的时候 他们开这个新书发布会 然后请我讲几句 我就我当时就破口大骂 我觉得这就是新时代的 数字时代的计划经济 就是数字时代的政府 对这个公民自由权利的剥夺 就是新时代的1984 就是新时代的动物庄园 他是完了以后他搞了一个新的道具 一个是大数据 一个是区块链 尤其是大数据 我这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的啊 这个人工智能呢 大数据啊 这个东西他是有他一定要什么的 要把所有每个人的数据都要收集到 而且我之前也讲过 越是少数医的这个数据啊 他越有价值 知道吗 因为都因为大多数人的这个 比如说白人 他的数据没有价值 为什么因为白人太多了 因为白人是这个主流社会 比如说像我们基督基督徒的这个数据 没有价值 因为我们基督徒的数据都差不多 是不是因为基督基督教基督徒 占这个世界的主流 主流中的主流 那绝对是人数是最多的 他们这些这个搞大数据 对这些东西都不感兴趣 什么东西感兴趣呢 比如说你残留的印第安人的数据有兴趣 因为他少知道吧 还有比如黑人的数据有兴趣 他少 还比如伊斯兰的有数据 所有处在弱势的群体的这样的一批人 他都有数据 比如中国人没什么意思 所以他们对亚裔不感兴趣 因为亚裔他也是一个多数人 多数人种 你明白吧 所以为什么美国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态势 他为了达成一个所谓的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这个什么 无知之末 就是罗尔斯的话 或者叫做叠加共识 他一定要有个大数据 这个大数据他要尽可能多的 尽可能周密的采集 我们这个世界上少数人的这种 个人信息个人数据 你知道吧 所以他这个当大数据出现了以后 我当时就预测 这个东西是新一轮的这个1984 是新一轮的脑大哥看着你 我当时说的特别清楚 我就是脑大哥看着你 脑大哥看着你上一次是用什么 是用无所不在的特务组织 警察治国对吧 那个时候当时警察治国了 现在是用什么是用大数据管死你 管的你做什么他都知道 而且这个政府啊 任何政府 不管是所谓的这个美国的政府 还是中国政府 还是伊朗政府 还是朝鲜政府 他都非常喜欢这个东西 我当时就讲过 我说我就搞不懂 你们这些假不假设的知识分子 你知道什么是大数据吗 你知道什么是区块链吗 你知道什么是人工智能吗 他最后就把你每个人都作为一个数据 把你格式化 把你工具化 我们人是什么 人是上帝所造的贵宝啊 人是上帝赐予了我们伟大的自由意志的人 真的 你怎么能用一个数据 这样一个纯粹的工具理性的东西 能够把它管控起来 这不就是新时代的老大哥看着你吗 所以我想他们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 操纵美国大选的偷窃欺欺欺 他表现为一个新时代的一个犯罪的一个系统 第一个东西就是大数据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我说的这些话我就心里心里就很挫火 知道吧 就是我们这些人都很蠢 我们就是被魔鬼骗了 还帮魔鬼赎钱 从古到今就是这样子 你就是当年我们读圣经的知道 亚拉和夏娃 明明上帝告诉我们 那个是那个果子你不要吃啊 吃到你会死的 但是魔鬼诱惑我们 我们马上就心心急摇动起来的啊 魔鬼说吃吧 吃的很好了 眼睛看得见啊 能审美各种好处 知道吧 而且不见得会死的啊 不见得会死的啊 他会提出一个疑问 是吗 真的会死吗 然后我们就相信这个是吗 真的会死吗 感觉我还有怀疑精神 我挑战上帝 我有怀疑精神 人类的恶 人类的罪恶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我跟你说 一直延续到今天 你看到没有 他就是挑战真理 控制你 经不起诱惑 今天的人类社会 他诱惑你 魔鬼诱惑你 他给你送了 送了一个特别好的词 这个词就叫做大数据 这个词就叫做人工智能 你仔细想想 其实也有道理的 如果人工智能 有一天统治这个世界 那你人本来的智能 你去哪呢 那你不成了人工智能的奴隶了吗 你到底你是一个有喜乐爱乐的 你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 你是一个伟大的梦想的人 就是帕斯卡说的很好嘛 虽然我们人类是宇宙中的奴隙 但是呢 我们人类也是宇宙中的精华 你看到没有 然后他就说原来人类是一只会思考的 会思想的奴隶 说的很好 那莎士比亚怎么说的呀 与人是什么 人是万物的精灵 宇宙的精华 是不是 造物主所创造的最美丽的事物 就这么讲的 完了以后你到了我们今天 结果就被一群垃圾 通过大数据 通过人工智能 通过区块链 就把你处理成一个机器 处理成一个小小的一个玩意儿 那不就是毛泽东的螺丝钉吗 毛泽东怎么忽悠我们的呀 你要做革命的螺丝钉 党把你安在哪儿你就在哪儿 这不是就一个意思吗 为什么我们脑子进水去看不到这样的 结果呢 我们还张开怀抱 申请拥抱大数据 还觉得自己聪明呢 你觉得这个人有多蠢 你觉得你我这些人真蠢成这样 怪不得生存政府 就看着我们指着我们的鼻子 说我们是傻叉 那不是本来就是傻叉嘛 第一个层次的就是大数据 第二次是什么 就是流量 流量这个东西主流媒体嘛 你看到这个操纵美国大选 偷美国大选 欺负我们人川普说 那个主流媒体啊 那就以批评政府 批评总统的名义 以言论自由的名义 把这个一个民选的总统 都说成什么样子了 然后关于言论自由 关于这个新闻的这个第三 第四全力 说的比谁都好听 一通流量 一通主流 引导 一通欺骗 是不是 最后 发现是什么呢 川普从来没有播动 美国人的任何人的言论自由 反而是这个主流媒体 反而是这个大科技公司 反而是推特 反而是脸书 强烈的干预美国人的言论自由 你说是不是 完了以后我们这些人还天天 离不开推特 离不开脸书 还觉得这是一个新事 我觉得我们应该拥抱他 还去骂那些保守派的人 觉得他们蠢 你说你说这这什么什么事的 这是第二块流量 第三就是什么呀 就是资本 资本这个东西 就是索罗斯 小扎 这个推特的多谢 这么一溜的人 我跟你说 他们用资本来推动 你看这个地方就是 你看小扎为这个美国大选 他投了多少钱吧 你说你说看到这些东西 你是不是很生气呢 所以有人说 川普根本就不是输个伪总统的 他是输个的 小扎这样的一群垃圾 一群坏种 一群魔鬼的代言人 你知道吗 哎呀 所以我觉得看到这样大量的证据 被一个一个的曝光啊 完了以后 大家都看到这个东西 我觉得小扎这个孙子啊 他离这个这个监狱不远 我我我特别相信 这个美国人在搞这些事情上 在抓这个证据上 绝对有人扔劲 知道吧 你只要抓住 不放松 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扣住他 魔鬼做了恶 他总是会暴露出来的 他即便我们找不到 他自己 他时候一到 他自己也就会显露出来 你以为呢 说完第一个好消息 我跟大家分享第二个好消息 第二个好消息 第二好消息哪一罪什么呢 哪一罪我们所热爱的 我称之为彭帅啊 这个我对这个川普和这个蓬佩奥 这两个人呢 都有都有自己的名字啊 啊 川普呢叫老川 哎 因为他年长于我们 是不是 因为他呢 这个是 我说他老川 对他也有一种尊重的意思 也是个中国式的说法 哎 蓬佩奥这个人呢 我觉得他很帅啊 所以称之为彭帅 因为彭帅 年纪跟我们差不多 比你们年轻的 跟我差不多年纪 彭帅 这个彭帅最近呢 很有意思啊 就是他的强力的回到了这个共和党的阵营 他加盟了一个众议院的保守派核心小组的一个研究委员会 叫共和党研究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基本上就相当于什么的 打个不好的比方啊 这个这个比方很low 但是很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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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很贴切 就是什么就是共和党这个组织 准确的说吧 是这美国的保守派这个巨大的力量的一个什么 理论研究中心就这么简单啊 理论研究中心他加盟这个东西 他要迎在全美保守派里面 营造一个伟大的一种心灵的力量和观念的力量 我们说我们说过美国 它是一个观念和观念之间的大战啊 保守派之所以到今天这么节节败退 就是因为你的观念和不住 你那边建制派的家伙已经早已经放弃了 保守派的基本的价值观 这个时候你想想蓬佩奥这个人 他有最大的特点 你看他有一系列的这个光荣的业绩 我昨天前天看到他发了个推特 他隶属自己的这个豪迈的这个人身 这个什么什么叫做这个成绩单的啊 西点军校的绝对是当仁不让的 No.1第一名啊第一名的毕业生啊 完了以后是军人是吧 完了以后是军队最高级的长官 完了以后又是CIA的什么啊 CIA的老板完了以后又称为美国的国务卿啊 那106的这个漂亮的政绩是美国的 他才是真正美国人中的精英中的精英啊 大拉中的大拉你说是不是 所以这个人身上有非常漂亮的东西啊 他们说这个这次蓬佩奥啊 离开了这个国务卿的位置以后啊 他一开始是到这个啊 一个叫做什么哈德逊的研究所嘛 是吧 完了以后对他还在这个哈佛大学做过老师啊 当然也在哈佛大学法学院上校来就拿到过博主学位 完了以后又会长期在这个德国 作为军人驻站在那里 当过议员中情局的局长啊 国务卿啊 现在又加盟这个哈德逊研究所 完了以后又是福克斯新闻 他一系列的人生成绩呢 一个一个比一个亮下眼 所以我们就讲说公和党这边呢 其实是人才济济的啊 他不像民主党民主党其实民主党哪有人 民主党选了一个选了一个老年痴呆 是吧 而且老年痴呆是完全是奥巴马的一个什么 一个道具 背后奥巴马在那边提些木偶的 瞪一下 他提一下这个这个拜登就动一下 民主党其实就一个人就奥巴马嘛 其他人都是娜悸 你说是不是奥巴马倒是这个人有首啊 那共和党这边的人就多了 那首当其中的也要从年轻部来讲的话 那就是这个蓬佩奥啊 所以之前蓬佩奥也说过一句话是不是 他说如果2024年啊 这个川普总统他不精选总统 或者他那个时候他不是总统 他不是总统的话 他不是说不精选我记得特别清楚 他说2024年如果川普还不是总统的话 那么蓬佩奥他当然不让呢 一定会站出来为美国的而战 为美国的保守党而战 保守党一定要夺回美国 没有商量一定要夺回 所以你说你看到这个消息是不是很高兴 我觉得这个叫江山带有什么才人出嘛 各领风骚数百年 我跟你说共和党他是一个伟大的 来自于上一话语的绵延不绝的力量 里面一定有很多人 那当然之前我们也犯过巨大的愚蠢的错 老友彭斯是共和党的人 其实我们现在发现不挺好的吗 让他滚粗是不是 蓬佩奥是真的啊真家伙 然后这个那个谁 那个德州的州长 那个佛洞里达州的州长 这都是真家伙 还有那个什么德州的那个参议员 叫什么 哎 可鲁兹 绝对操老爷们绝对一看就是保守党的人 所以我们对美国不要不要失去信心了 我还是那句话 美国的保守党美国的保守派的选民 他是非常有韧劲的啊 叫做用中国的成语讲 叫百里折不牢 真的他没有人能够打败他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信心要hold住 我还是坚持我个人的一些 这些年瞎琢磨的一些理论啊 就是美国它是一个拥有伟大的 开放式纠错的这么一个国家 因为它有巨大的基督徒存在啊 人群存在 它有保守派存在 而保守派他之所以上帝眷顾的美国 是保守派这个占多数的美国 他之所以有一种 我称这为开放式纠错的那样 并不是啊 这些人在纠错 人都是有罪的嘛 有限的嘛 人都是软弱的嘛 是吧 他是真理在帮助他们纠错 是上帝在帮助他们纠错 你理解这一点你就知道 为什么川普总统 为什么林伍德 为什么弗里尹将军 为什么蓬佩奥都在 尤其是蓬佩奥啊 每一天都抄一段圣经经验 也特别的有意思 我感动的不要不要的 我跟你讲 每个人都在强调一话 上级掌管美国 谢谢大家